中共宣傳部和中共國務院總理發出完全相反的表述 中共宣傳部在6月28日舉行的《中國者十年》新聞發布會上聲稱 自從2012年以來 中共取得歷史性成就 在中共建成全面小康社會 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而且沒有出現規模性反彈 同時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 但在中共宣傳系統的口號聲中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在同一時間作出完全相反的表述 李克強6月27日表示 受疫情災情等因素影響 現在困難人口增加 中國經濟已經脫離正軌 李克強又說 雖然經濟總體有所恢復 但基礎還不穩固 目前的工作重點還是穩定經濟 促進就業 以就業保民生 李克強當日考察了中共民政部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並在主持召開會談時 作出以上表述 李克強還向與會人士表示 要儘快將失業率降低 控制住 要加強動態監測 及時發現失業人員和需要納入低保的對象 臨時與困人員等 防止發生衝擊道德底線的事件 李克強的講話反映出 目前中國失業率居高不下 而且民生艱難 中國社會發生極端事件的機會率飆升 近期 中國就業市場的骨幹力量 中小企業出現財源減新現象 一些企業就凍結招聘 還有很多小企業在中共的嚴厲封控期間倒閉 中國大陸人力資源網站51job.com 最近發表的報告也顯示 中國就業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有越來越多的工廠裁員或停止招聘 而小型企業受疫情封控的打擊最沉重 這份報告 在2022年4、5月期間 對中國950間企業進行抽樣調查 發現只有27%的中小企業 表示會按照今年既定的計劃招聘新人 在員工不足50人的微型企業當中 有26%的企業虧損達到50%至75% 只有9%說不受疫情封控影響 還有11%的微型企業表示已經面臨倒閉 在員工超過1,000人的大型企業當中 有6%的企業虧損達到50%至75% 1%的企業說可能會倒閉 另外據中國大陸智聯招聘網站的報告 截至4月在2022年1,000萬應屆畢業生中 只有46.7%獲得工作機會 低於一年前的63% 簽約月薪亦比去年下降12% 平均人民幣6,507元 大約是1,000美元 中國小型企業的困境 在官方的宣傳中被有意忽略 中國就業市場現時的表現 亦與中共的宣傳相反 近日中共重申 中國脫貧獲得全面勝利 近有學者披露 中國有高達9億4,000萬人口 每月收入低於人民幣2,000元 而且有超過8億人負債 超過2億人失業 黨傳媒央視6月28日報道 發改委官員在中宣部舉行的 中國者十年系列記者會上高調重申 中國脫貧獲得全面勝利 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而且沒有規模性反彈 與此同時 網上有一段影片廣為流傳 其中廣州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李孔岳警告 中國有9億4,000萬人 月收入低於人民幣2,000元 而中國最窮的20% 人均可支配收入 每年是人民幣7,800元 也就是每個月人民幣600元 李孔岳警告 20% 2億8,000萬人 李孔岳說 中國撕低收入的20% 每年收入人民幣1萬6,000元 1萬6,000元是多少? 一個月1,200多元人民幣 這個40%的群體 每個月收入不夠1,000元 中國有6億人月薪不夠1,000元 實際上是5億9,600萬人 6億人月薪不夠1,000元的說法 和2021年5月 中共總理李克強的說法相同 另外 李孔岳還說 中等收入的20%人口 年均收入也只有人民幣2萬5,000元 也就是說要注意了 你前60%的人 平均不夠2,000元 實際就是9億4,000萬人 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研究院 副院長曼凱苑 博士後研究員孔凡強 隨後共同贊文指出 該數據和事實相符 文章說 中國仍然是一個以低收入群體為主的發展中國家 而且低收入人群在全國的比重超乎想像 但是中共就一直吹噓 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 2021年2月 習近平就宣布 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 指出有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而之前李克強在6月27日到民政部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考察 並在座談會上表示 受疫情災情等因素影響 現在困難人口增加 李克強2021年5月底在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表示 中國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人民幣3萬元 但是有6億中低收入和以下的人群 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就只有1,000元左右 引起議論歪然 中國貧困人口是否全部脫貧 真相究竟是怎樣呢 依據大陸標準 2020年那時脫貧戶每年純收入要達到人民幣4,000元 即是每戶月收入333.33元 每日11.11元 這項標準 低於聯合國發展處制定的全球絕對貧窮線人均收入 過9美元 大約是人民幣12.31元 一位體制內勝利的官員 在接受本台採訪的時候曾經說 中共脫貧主要有四大棄法 1.降低脫貧標準 2.數據造假 3.突擊慰問 4.野蠻風嘴 之前在5月24日 大陸主播陳健發表自己拍攝的四川大涼山 移軸的婚禮短片 顯示大家在路邊來地上吃東西 菜式有豆腐酸菜、餅、牛肉等 房間殘破不堪 6月7日 陳健被公安允許飲茶 並且簽署保證書 而這段影片也已經被刪除 以上節目內容 是取材自本台記者張明健 程靜的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Hong K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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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 World 世界世界世界的香港 Hong Kong and the World 世界的香港 大紀元 Fallu Nik